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是要開打啦 過去這個禮拜全球都有點怕怕的 因為美軍三號發動空襲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國際機場附近 利用無人機將伊朗的重要將領 蘇雷曼尼的車隊當場炸毀 我還其實非常擔心 本來就已經關係惡劣的美伊兩國 會不會就此發生武裝衝突 甚至讓各自的盟友捲入戰爭 一發不可收拾 這樣的擔憂主要是因為 蘇雷曼尼在伊朗的地位相當崇高 生前他領導伊朗革命衛隊的海外部隊 聖誠旅 參與過兩義戰爭 敘利亞內戰以及反伊斯蘭國等戰役 可以說是伊朗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不過聖誠旅的性質非常特殊 專門負責敵後滲透 組織外國民兵或協助伊朗在外國的衛星組織 例如黎巴嫩的珍珠黨 巴特斯坦的哈馬斯 參與過內門內戰的胡賽軍等等 這次蘇聯曼尼之所以來到伊拉克 就是為了跟12月底才剛剛攻擊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的民族 尊主黨旅會面 那也因為聖誠旅的性質這麼敏感 就先後被美國、加拿大、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列為恐怖組織 美歐國務卿表示這次之所以發動攻擊 是因為有情報指出 他已經構成立即性的威脅 整個行動是由總統川普下令執行 我們昨晚把戰爭停止了 我們不是要開始戰爭 所謂立即性的威脅到底是什麼 白宮截至7號其實都沒有拿出證據 不過伊朗卻在8號凌晨 對伊拉克境內兩處駐有美軍的基地發動空襲 發射22枚飛彈 事後伊朗表示 這次攻擊至少擊殺了80名美軍官兵 最高領袖哈米尼表示 這次行動只是在美國臉上的一巴掌 還不足以替蘇雷曼尼報仇 最重要的還是要把美國勢力完全趕出中東 但是他並沒有揚言要發動更多的軍事行動 而美國總統川普卻在同一天說 伊朗的飛彈攻擊完全沒有造成任何美軍傷亡 也沒有重大損失 還表示伊朗應該不會有進一步行動 而美軍的火力和裝備雖然強大 卻不一定要拿出來用 不過他也宣布 美國將會對伊朗實施新的經濟制裁 那不少分析就認為 雙方似乎是各退一步 中東的緊張情勢可以說是稍稍降穩了 會在南半球的澳洲剛好進入炎熱夏天 也讓已經燒了三個多月的野火 災情持續擴大 目前焚燒面積已經超過1030萬公頃 超過整個南韓的國土面積 而且還沒有獲得控制 這場野火是從2019年9月開始一路燒到2020年 澳洲6個州有4個出現災情 其中以東海岸受災最重 三座東南大城雪梨、墨爾本、坎培拉 都籠罩在濃濃的煙霧當中 甚至遠在一萬兩千公里外的南美洲 智利和阿根廷都受到煙霧的影響 截至8號這場大火已經造成23人死亡 估計燒死的動物更高達10億隻 由於三成的五尾熊棲息地受到破壞 這個死亡數字也包含8000隻五尾熊 可是為什麼野火會這麼嚴重呢? 外界認為破紀錄的高溫加上持續的乾旱和強風 讓本來每年都會發生的野火演變成一場氣候災難 美國學者認為絕對是氣候變遷的影響 同時也提醒澳洲政府的能源政策 其實正在增加全球的碳排量 現在真正的問題是 現時的政策 澳洲政府正在增加了其他氧油燃燃 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燃燃燃 在其他國家的燃燃燃 所以當我們必須增加了其他氧油燃燃 以暴復到爆炸氣候 政府正在增加了其他人的腳踏 在增加了其他人的信心 跟同樣引起國際關注的亞馬遜雨林大火相比 澳洲野火雖然焚燒面積更大 但是巴西學者指出兩者的本質不同 野火本來就是澳洲自然生態循環的一部分 但是雨林是不應該發生野火的 巴西2019年大火主要是人為造成 對雨林豐富多樣的生態性來說 傷害其實是比澳洲更嚴重 金球獎頒獎典禮5號登場 除了昆丁塔倫廷諾導演的 從前有個好萊塢獲得了三項大獎肯定之外呢 也留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紀錄 首先是日韓混血的美國女演員奧卡菲娜 以描繪東西方價值衝突的電影 《別告訴他》 拿下金球獎的音樂喜劇片《最佳女的角》 也成為金球獎史上第一位在電影類別 獲得最佳女主角的亞裔美國女演員 你為了第一位亞洲女的角色 獲得第一位亞洲女的角色 我剛才聽到這件事 這件事很驚訝 我覺得這感覺很驚訝 但我認為你也想要有更多的感覺 我希望這就是最初 第一次代表韓國角逐最佳外語片的寄生上流 也成功讓韓國電影第一次獲得金球獎肯定 導演鳳訊浩這位得獎感言說 一旦你克服了一英寸高的字幕障礙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電影 當場也獲得了全場的掌聲肯定 這部電影是我們同時代的經典 貧富極差和貧富極差 貧富極差和貧富極的貧富極 貧富極的心臟是美國的貧富極的貧富極 所以這部電影也有很大意味 除此之外 今年的金球獎典禮上也有很多震撼性的發言 像是一開場主持人瑞吉賈維斯 就以連續的笑話開酸好萊塢 把大學作弊案 名製作人艾普斯凡的性侵案 全部都數落一遍 也不顧蘋果執行長庫克就在台下 開嗆蘋果雖然推出成間直播秀 這種思考道德的深度影集 卻同時在中國開設血漢工廠 那另外以小丑獲得最佳喜劇類男主角獎的 瓦昆菲尼克斯 則是爆出了連串的髒話 也批評半金球獎只是為了賺廣告錢 那話說回來 雖然常聽到金球獎是二月奧斯卡獎的風向球 但其實從結果來看每年都不太一定 今年第九十二屆奧斯卡獎的入位名單 將會在一月十三號公布 好啦以上就是本週的國際直升 希望能幫大家快速掌握 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那這個禮拜六一月十一號 就是大選投票日囉 在這邊提醒大家記得出門投票 如果你的政黨票想要投給藍綠兩黨以外的小黨 歡迎參考我們關鍵評論網的選舉專題 連結放在右上角 那同一天的大風吹主題呢 跟大選也算勉強有點關係啦 那當天晚上除了關心投票結果 如果也記得要回我們頻道收看喔 感謝所有的頻道會員們 特別是我們的乾淨乾媽 翁逸順 周璇厚 資林立 吳辰 還有 九面 幽默的網友 中攻中央統戰部 硬中豪 Sniper 711 謝謝你們 謝謝